北韓發出了更多商戶矛盾的訊號 在提出與美國官員面對面會談幾個小時後 北韓進行了自5月以來的第10輪飛行物射射 南韓官方表示這兩枚飛行物飛行了330公里 這又是一次短程的試射 就在幾個小時前 北韓副外相崔善基表示 北韓與美國的談判可能在這個月底恢復 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很謹慎地接受了有關的提議 特朗普說那些將會是很有意思 他們是拭目以待 北韓沒多久之前才在電報裡提出過這個提議 美國方面要看一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今年2月 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了第二次峰會 但未有達成任何協議 而之後會談陷入了停滯 而在6月的一次後續會議上 特朗普和金正恩同意恢復工作級別的會談 但北韓官員尚未套面 目前仍然不清楚雙方是否軟化了立場 首爾的政治分析人士朴瓊就表示 會議的結果仍然有疑慢 因為崔善基曾經表示 他是希望看到一種不同的計算方法 朴瓊不確定美國是否準備好提出這些事情 並且諉 Davant 中共流連兒博物 神音流流 Kara 所以你說這件事是否決定的人